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大家好 我是庄亚伦 今天我们继续 约书亚记讲义 第九讲 犹大于以法联所得之地 按照《民数记》三十四章 三到五节 犹大的南界就是国界 它从十海南端 以东的边界开始 延伸到寻的旷野 最后西临到地中海 亚克拉宾坡 可能就是纳克布萨伐 加蒂斯巴尼亚是 以色列人横渡旷野时的 一个集结点 也就是从这个地方来发动 战争的 那么在十三章到第十九章当中 犹大还有汴亚敏 是德地最多的两个支派 这里的疆界 是由南方的沙漠开始的 反时针方向来记载 在以色列的古代历史当中 东方的边界一直是不变的 但是南方与北方的边界 却实有变动 西边朝向沙非拉一带 尤其是沿平远的一带 只提到极少数的地名 显示出来 这一带一直未被征服的 直到大卫作王 才纳入版图当中 约书亚从犹大的地业当中 给犹大人加了一块地 加了赶出的三个亚纳族 族长的名是 赤甩 亚西曼和达买 以底壁作为征服该地的一个赏识 那么这个做法成为大卫征服 耶路撒冷的先例 在看这个撒末尔记下第五章 第六到第十五节那里 我们就可以清楚了 那么在这两个故事当中 全军的统帅都做出应许 要给拿下该地的人特别的奖赏 在撒末尔记下第五章 大卫原来是以西伯伦为基地 而他要搬到耶路撒冷 底壁离西伯伦很近 这个或许意味着 大卫有意仿造 约书亚纪十五章的记载 来描述他如何以西伯伦为根据地 而征服了另一座城 在这两个故事当中 所征服的城都成为参与 征服者的产业了 亚撒要求水泉的故事 让人想起了利百家与以撒的相会 创世纪二十四章六十一到六十七节 当时利百家也是 一 骑着牲口而来 第二 他看到了以撒下了牲口 第三 他提出了一项要求 第四 从与他接触的那一位 得着了他所要之物了 这两个故事都包括了 承受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气 这里特别提到这个事 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而托涅的后代以此为平 声称水源是属他们的 因为当初得这块地的人是合法得着他的 迦勒的征服于得地 是其他地区和还有其分配的前奏 不过细节不再详述 只列出一个地区的诚意的名字 从前对犹大清丹的研究 强调各城所组成的地区 以及这些地区的日期与树木 南方一带于西面的清丹可相辉映 阿尔特认为西边的丘地就是撒菲拉 也就是亚杜兰 拉吉和基伊拉等城市王国 所控制的这个地区了 有几点我们要值得注意的 第一 这些诚意清单 原先只是家族的地业分配 后来发展成为管理的文件 这点 由约苏亚记12章到24章的立约情况 可以看出来 不过这并不是说家族的地点从此都不变 尤其是在亡国的末后时期 变动是常有的事 第二 如果这些档案经常在用 成为亡国法律系统的一部分 那么它的内容必定会因着新的城出现而扩张了 增加了一些细节 这种现象可能一直持续到它不再继续使用为止 也就是说亡国结束的时候了 所以阿尔特与纳曼所观察到的 就是经文当中亡国晚期的一个特色 可以显示出来这些清单一直在使用的 但是不能够以这个来指证这些经文的来源 因此 定居的过程还有城市的清单乃是两回事 这些清单的起源与地业的分配是有关的 后来用于管理 这个可由它的形式看出来 然而这些分区还有地业分配的起石 不应当只从可以确认的遗址内 考古遗物来鉴定定期的 这些地点的开发或许是代表 迦南地后期的征服过程的 约瑟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义人 一生虔诚圣洁 遵守神的命令 大大荣耀神 他曾经为了要敬畏神而遭受许多的痛苦 但是神赐给他两个儿子 长子叫做马拉西 也就是忘记痛苦的意思 赐子叫以法连 就是昌盛的意思 神在以色列的众支派当中 特别拣选了犹大 以法连 还有马拉西三个支派 来承受当时约苏亚 已经攻占的地区为业 其他的各个支派 刘变拉 还有加德除外 他们已经得河东一带地方来做产业了 所分得的地 还在敌人的占领之下 他们要继续征战 才能够攻取和承受 由此可见 神实在特别恩待了义人的后裔 这个也就是应验了十戒当中的应许 爱我 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千代的 在约旦河 十海 还有耶利哥附近 汴阳明支派的边境上 约瑟两个支派的领土 与犹大支派的北界 最为接近 在耶利哥 曾往北延伸 他的江土包括了山地 伯特利 并且穿越 称为伯雅文 旷野的干旱地带 又往西 延伸到基社 直达到地中海 但是这最后的一部分 只是在名义上 归以色列所有而已 伯特利跟路斯 这个之间的关系 不是名字更改这么简单 他们其实是两个地方 但是在日后的历史当中 伯特利成为了 记忆的重镇 也就是来献祭的 一个主要的地方 民生掩蔽了 掩蔽了路斯 是两者 何为以法连和马拉西 是约瑟的两个儿子 这两个支派 各得到中央山地的一部分 但于汴亚明之地的北边 也是列古的南边 其中 以法连比较偏南 因此他的南界 和约瑟家的南界一样 以法连的北界 和马拉西的南界相同 马拉西的北界 与亚瑟 还有以撒家相连 被征服的人 组成苦役队 或者担任下贱的工作 是很常见的做法 强迫劳工 也是帝王还有暴君滥用权力的结果之一 他们强征壮丁来作为摇曳 进行建筑道路 桥梁 城墙 等工作 此外 在祖前第六世纪的古列原著 也以这个为巴比伦王 拿波尼杜 所犯的罪行之一 约瑟雅记十七章十三节的 做苦工 这个字出现在祖前十四世纪 亚马拿信的当中 是米吉多的首领写的 他提到了一名被强迫劳动的人 在苏任一带 为法老来耕种 这个地方所指的苦工 也就是这类的做法为背景的 后来所罗门也同样使用 迦南人的降服 或许是在四世纪第四到第五章 所讲的战争之后了 在本段描述以法连的边界 请特别留意第十节 以色列人没有赶出迦南人 带来日后悲痛的历史 他们没有赶出住在那地的人 这一句话常常出现在经文当中 无论是在约束亚纪或者四世纪里面 因为百姓没有尽力 驱赶了外主人 与神的命令和旨意背道而驰 以色列人没有办法 把信奉异教的民 跟他们的假神赶走 以至于后来带给了 以色列民主许多的麻烦 四世纪就记载了这一类的斗争了 好了我们今天就暂且谈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的谈吧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